大家好 欢迎来到士丹猫TV 我是Joyce 我是Alan 今天我们这条片来实测流量密码 爱国人说爱台湾是否真的会有流量呢 为什么我们想拍这条片呢 因为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有很多很厉害的YouTuber 都是外国人来 而且是用中文拍片的 拍台湾给台湾人看的 这些片下通常会有两种留言 一种就是谢谢你喜欢台湾 另一种可能是笑他们 说他们找到流量密码会有红了 就是说爱台湾就会有台湾人看 我们平时的片是应该完全没有说过我们爱台湾的 我们没有说过这句话 所以我们的片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知道三四万人看 这条片如果说我们爱台湾 看看会不会超过十万人看 实测一下这个流量密码在外国人身上 或者在香港人身上是否真的合理 其实我开始也不太明白 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喜欢看外国人拍台湾片给台湾人看 因为香港可能比较少外国人拍香港 所以我们开始不明白 直到我最近看了一个在香港住的澳洲YouTuber 他就是用广东话去拍片介绍香港的 你真的要坐在这儿吗? 好了好了你坐在这儿吧 我记得我是几个月之前第一次看到他的片 看完之后我是访言大悟 接着我就跟你说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喜欢看外国人拍台湾给他们看 原来是很有趣的 是的好搞笑的 那个澳洲人叫Brandon 他拍片的时候他会用很多香港的用语 比如什么IP9 强国 大佬 就是香港人才会说的说话 还有他会加很多很地道的粗口 还有他加在那个位置是对的 是的用得很搞笑的 可能正如我们拍片讲台语讲国语 台湾观众觉得很搞笑的感觉 我现在开始明白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外国人拍台湾 原来是这么搞笑的一件事 还有很多文化冲击的东西 我记得我看他的那条片是去妙街吃大牌当 接着他拿着筷子夹那个线 线是一个很多骨的鱼 其实外国人很少吃的 那时候吃鱼和鱼 没有骨的 然后看到他吃得津津有味 这个画面很冲击 是很搞笑的 还有一个事开始也不太明白 为什么在台湾的外国YouTuber 是会用国语拍片给台湾人看 而不是用自己的母语拍片 给自己国家的人看 去介绍台湾 这样才是推广到台湾 理论上是这样 但我们看澳洲仔的影片的时候 Brandon的影片的时候 他自己都叫自己澳洲仔 不是我连他 他自己都叫自己做鬼佬 是 他在香港做了一些东西 原来我都没做过 他去妙街看照 其实我从来都没去过那些档口 所以原来他真的可以介绍到 香港的文化给香港人知道 其实除了Brandon之外 还有一个日本YouTuber 叫阿May 他都是住在香港 都是拍很多香港和日本的文化差异 其实都是很多香港人看的 所以其实不只是台湾人 喜欢看外国人拍喜欢台湾 其实香港人都喜欢看外国人拍喜欢香港 不过比例没有那么多 因为比较少人拍香港 我觉得是很臭 停一停 原来他去了厕所 他忍住了很久 VPN是虚拟私人网络的简称 可以令你更加安全丝密地上网 它可以帮你隐藏你的IP 加上互联网使用的流量 黑客就没有那么容易追踪 和盗取到你的个人资料 SWAPSARP的VPN有KIMO功能 可以帮你阻挡广告、追踪器、恶业远体 和网络钓鱼 除了保障上网安全之外 你还可以用来转地去看剧 和网购等等 SWAPSARP是唯一一个VPN 全球一百个国家都有伺服器 而且你是不限使用设备的 即是你全屋所有的设计 都可以用同一个币币去使用 而用我们的普务曲 时代猫TV 有个圣诞的优惠 优惠就是指 你升级SWAPSARP的套装 就会有5个月额外的免费使用期限 而且是有30日的免费退款保证的 如果你有兴趣使用 我们info box里面有连续 你按去登记就可以使用了 那你说一说你爱台湾呢 我觉得我真的说不出口 我爱台湾 其实我都说不出口 好像很欲骂 但我会说我在这里生活很开心 我喜欢这里的生活 我都希望这个地方变得越来越好 我都会说我喜欢这里 但那个爱字好像很大责任 香港人其实很少把爱字这个字挂在后面 我从来没有听过我家人说过爱字 没有 可能我上一次说过爱字 都是在结婚宣誓的时候 有说的吗 什么呀我什么 敬爱你嘛 什么那些嘛 此字不语 是的 我朝时之后都没有说过 对爱这个字对我们来说 是很高层次 好像很大责任 很难说出口 要去到结婚才可以说的 但如果说I love Taiwan 你会不会好一点 会好一点 但爱国人就很容易表达love这个字 是的 所以可能就是爱国人说I love Taiwan 就比较容易 他们翻译成中文就是 我爱台湾就很容易说得出口 我记得我们曾经跟一个澳洲人讨论过 如果我们要用广东话表达我这个字 是很困难 但我们觉得用英文 第二个语言是love 我们就觉得可以接受 他们完全理解不到 例如你老婆说I love you 很容易说的 但对老婆说我爱你 就好像很难开口 是的 不知道台湾会不会有相同的感觉 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是的 如果你要上镜的话 喂喂 你不要这样 这样上镜就不行了 这样上镜太前了 你厚一点一点 你遮掩我们 除了外国人拍片介绍台湾的感觉很有趣 台湾人喜欢看之外 其实我觉得还有些原因 台湾人很喜欢外国人去关注台湾 这是我们的看法 这是我们的看法 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因为台湾一直被某个国家打压 所以台湾很多世界的会议都参加不了 所以台湾人很想这个世界看到台湾 在世界的舞台上很少出现台湾 所以如果有外国人去关注台湾 那我就觉得台湾人会很开心 是终于被看见 是的 其实我自己现在都会有这个感觉 因为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台湾很好 其实有很多很好的东西 应该是要给更多人去知道 但是就有奈何就是被打压 很多时候都见不到台湾这个地方 但是香港人是没有这个感觉 香港人因为一路都是国际金融中心 现在就可能是变成国际金融中心为止 有人说 但是希望不会成为事实 所以外国人赞香港怎么好怎么好 香港人可能的感觉可能不是很大 因为香港一路都被世界看着 是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虽然现在已经跌出了这么大 这个就是我们的看法 不知道台湾人的看法是怎样的 大家可以留言和我们说 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去看外国人去赞台湾 或者大家为什么会常常说 谢谢你喜欢台湾 其实我们都经常被台湾跟我们这样说 台湾人就会跟我们说 多谢你喜欢台湾 你选择来这里住 我们每次听到都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这是我们的个人选择 但是原来当地人会觉得 多谢你喜欢我们这里 但是如果因为外国人来香港 我们就觉得你喜欢来香港 那我不会多谢你喜欢你 我没有听过有香港人 多谢外国人来香港住 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交汇的地方 有外国人来住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但是台湾就暂时不是 其实我觉得不是所有YouTuber 讲爱台湾就会有人看 就会有几十万流量 至少我们这条件一定不会有 如果有的话我每次都拍 哈哈哈哈 开玩笑而已 我觉得那些成功的YouTuber 其实他们的视频是真的拍得很好 很流畅的 是的 而且他们拍得很用心 那些企画很好 所以才能红得起来 不仅仅是赞台湾 觉得台湾好才有流量 而且那些YouTuber拍片 有时都会讲台湾不好的地方 一样很多人在 其实都很合理 每个地方都会有好又不好 接着就会有人说 你拍台湾不好的视频的时候 就一定台湾接受不了 会玻璃心的 接着就会很生气 我们就拍了一条片 又实测一次 我们整条片都dis台湾不好的东西 看看会不会有很多台湾人 进来玻璃心骂我们 哈哈哈哈 你不喜欢就走 不喜欢就回香港吧 我们找一条片拍下这个话题 好 今天这条片就到这里了 订阅一下 就麻烦你们帮我们找一条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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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拜拜 拜拜